我曾經經歷過性暴力的經驗 推使我去理解性暴力在社會中發生的問題 制度中發生的問題 甚至乎性暴力與身體的關係 與女性生命的關係 以至性暴力如何進行療癒 花了三至四年 我都專心投入在性暴力的研究中 Hello 大家好 我是Jane 我是一個人體無故意 攝影的作品我通常都會找 與大自然相關的題材和我的身體 去尋找一個連結 我亦會繼續不斷和拍攝合作 讓自己的身體 被大自然誘發更多不同類型的觸感 而現在的我對於性暴力的創傷 那份療癒已經完結了 所以我現在將我的關注題材 轉變到與身體大自然相關的連繫 所以我現在會投放一些時間 將身體融入大自然入面 去尋找整個生態環境 以至這個世界 究竟與我這個身體有什麼相連結的地方 用身體實踐 去找到一些啟發或感悟 如何可以開放自己的身體 被人影響也好 開放你的性慾也好 因為我們都可能被了很多框架 壓抑著自己內在的真實 亦有很多人討論 關於開放你的身體 而如何達到自由 所以我自己會覺得 你可以去除所有社會的框架 去思考 去尋找你自己內在的野性 加上你的勇氣 你的勇氣去表達這個野性 當你做了這些過程 你就可以做到身體上的自由 或者身體上的自由 你可以在某程度上 達到身體和心靈上的自由 連結你自己身體 很多時候都關乎於 你有多把你的心靈開放 出來實際感受 你身邊的感知 這些事物給了什麼感知 這樣也是一個連結身體的過程 我看到城市有很多需求 關於如何連結身體 我做的方法 可能會找一個音樂的藝術 或者我自己會找一些歌曲 或者我認為適合的歌曲 然後我會用一些語言去導引大家 去找回身體的每一種感覺 而身體的感知也是我探望的部分 究竟我平時去和大自然拍照的時候 究竟花花草草、樹木 或者大自然每一件事 河流流水、瀑布 究竟這些東西給了我的身體什麼感知 帶給我什麼呢 它是喜悅的感覺 或者是恐怖的感覺 或者是平靜的感覺 這個也是我以身體用大自然的方法 以至到我能夠返回我的身體 去理解我所有的感知 以至到我可以更加珍惜我自己的生命 身體 或者是我更加知道我是哪一個 其實我在身體和身體裡的探望 其實我都以身體女性主義 以這件事為我的研究方向 我想連結在女性生命 或者每一個人的生命裡 究竟跟這個生態有什麼關係 開初讀生態女性主義的時候 人類是這個社會和這個地球 但其實人類好像變成一個大佬 它好像覺得這些所有資源都是屬於人類 是他們的 而相比起你和那個地球 其實它還有其他生物在 可能有昆蟲、動物、植物 還有山山水水 其實它殞藏了很多不同種類的生物 其實它們都有生命 它們都同樣在這個地球裡活著 但是我們可不可以向一個生態學習的觀點 就是你去理解究竟生存的模樣是怎樣 去理解生態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們橫橫相構 從河流帶了一些營養給土壤 土壤再帶了一些營養給植物 它每一部分都是這樣橫橫相構的 以至到我去思考人類和生態的關係的時候 或者人類和人類之間的關係 其實都是一種橫橫相構 我們去怎樣去給付 我們怎樣去剝落、丟姐 人類的生活都是有一個生長性化的過程 以至到老了、丟姐的過程 文化研究裡面學習的 關於所有社會的評論 會令我更加認清了社會的框架 我認清了現實是甚麼 同時文化研究裡面 都有很多關於身體的探討 究竟我們的身體存在狀態 和社會現在現有的框架 究竟裡面那個張力是怎樣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說 可能社會這樣看身體不可以 大家怎樣去認定怎樣一件事是漂亮 身體怎樣才叫漂亮 女生可能就是要成為一個 時代才叫漂亮 但文化研究會打破這些 上色框架 以至到重新審美 以至到我腦裡的邏輯和思維 當我撇開社會框架 我應該怎樣生存的一個知效 因為我本身的常識和框架 我對於社會的理解 我根本就是重新大小派 我有一段時間在屈臭的情況 因為我根本就是很迷失 文化研究其實是一個很好的科目 讓我去理清這個世界問題 不屬於尊重或者平等的框架 我借著這個科目 用了三四年時間去理清 我發現這個世界其實都是有痛苦 或者這個世界都是有很多不公平的事 我就開始有屈臭 去 deal with 這個屈臭的時候 我就經歷性暴力 以至到我走下來 我的生命走下來 就是因為我有一個研究的邏輯 所以我就去研究性暴力 然後我發現性暴力 裡面當中說的是一些很法律性的權力問題 男女之間的權力問題 然後我就去理解什麼叫權力和暴力 性暴力受害的人 究竟他預料了什麼權力框架 以至到他們受了這些暴力 他們面對的事情 其實大家都以為是常識 但其實那些常識是你們習慣了 文化相習習慣了 其實那些常識是不合理的 對作為一個女性 這是我性暴力研究後發現 遭遇性暴力 我面對這件事的時候 我就發現 其實我不應該這樣想事情 我不應該覺得自己有做錯 社會有問題 那個文化 那個氛圍有問題 它會把那些暴力研究 其實我更加要站在自己 站在自己 去跟大家說 其實我沒有做錯事情 這些框架令到我 這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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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性暴力 你不可以說 我就這樣去療癒自己 只是給自己一些糖 自己吃 就是說一些療癒的說話 你不可以這樣做 你其實要理解那個問題 發生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發生 所以我就去理解到社會的 框架有這個問題 一 就是你梳理問題的物落 而就是你全心去對自己好的方法 去療癒你自己的內心心靈的創傷 其實兩件事都要同時間做 所以我就這樣走過來 而我的療癒方法就是 用了大自然和身體的舞蹈 一些動作 不開心的時間 我就會很多次出了大自然 跟大自然free jam 跟朋友一起讓身體自由 然後我發現舞蹈給我的東西 就是 它有一個忘我的喜悅 就是很全程投入 在動作裡面 感受我自己每一個動作 每一個動作 這個喜悅的層次 讓我記得是 我有不開心的時間 但其實我有很開心的時間 在性靈裡面 這個經驗裡面 我可以重新振作 我除了在身體和生態上 有一些研究 或者有繼續探討之外 我也會去學習一些舞蹈資料 其實它就是藝術治療的一種 有劇場資料 也有一種舞蹈資料 究竟我怎樣去以身體 去創造一個新的經驗 以這個新的經驗 是關乎於生命的美好特質 好像幸福、美滿、喜悅 它可以掩蓋 有時可以掩蓋一些鼻傷 有時可以疏離一些鼻傷 當我有悲傷 我可以記得曾經有開心 而這就是生命 所以我接下來會做一些 關於舞蹈治療的學習 也會繼續跳舞 繼續去大自然 繼續拍大自然的照片 繼續去思考心態和心態的關係 還有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